那之前呢我们有做过那几款法式的一个类型 那今天呢我们在做三款带肉类的一个法式面包 那我们现在看材料进行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法式面包的一个面团的基础的一个原材料 一个亚洲面水 那这是我们的鲜酵母 盐 那水呢我大概用的是七八度的水 我们加了冰块 因为搅拌的时候呢这个机器它需要降温所用冰水 那我这个是百分之七十的水 加百分之百的面粉进行水碱 先把粉加进去 水加进去 那把它搅成团后 我们在长分下然后静置个半个小时 然后再加盐和我们的酵母进行搅拌 那水解的作用呢主要让面包的一个搅拌缩短时间 让面包的风味会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开始水碱搅拌成团 那我们撑拌后 那这个时候面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韧性就弹性 那现在我们需要在长分下 然后沸上保鲜膜 然后水解三十分钟 我们水解了半个小时 我们看一下的状态 那水解完后 然后面团的面筋可以拉开面膜 其实水解就是为了让面团缩短搅拌时间 然后让面包最终烘烤出来的这个麦香味 风味更好一些 那也能保持面包原本的一个小麦的色色 那我们切加我们的盐 然后酵母 切加我们没有用干酵母 一半的量就可以了 分子水加进去 那我们进行搅拌 先慢速搅拌 然后面团搅拌至光滑 可以拉开光滑的面膜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我们拿出来测一下温度 那我们测一下温度 26度左右 那我们在肠闻下 发酵大概一个小时 那肠闻是 大概是27度左右 那发酵一个小时 那中间翻一次面 那盖上保险膜现在去发酵 那我们现在去发酵 那我们的法式面团 在肠闻下发了有40分钟 然后面团刚才是圆 现在是扁的 现在需要给它翻个面 那翻面的这个目的呢 主要让面团面筋增强 让面团充着更多气息 最终面包呈现的一个状态 口感会更好一些 先给它对折 把手上弄进水 然后给它拉过来 再给它稍微轻轻地揉一下 那我们再盖上保险膜 在肠闻下再发酵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面团呢 然后发酵了一个小时 中间翻丝面已经发酵好了 原来大了一大圈 然后面团的弹性也变强了 那面团分割好了 稍微给它收一下 用手稍微揉一下 拉起来后 然后放到我这个发酵布上 那我们的法式香肠 法式肥根麦翠 还有法式火腿已经分好了 我们给它盖上发酵布 长按松石三十分钟 接近水 肥根呢先排气 排气呢我们给它稍微对着起 对着我们再给它按一下 那它的原则性上 是要和肥根一样长的 放上我们的培根 放上我们的黑胡椒碎 然后给它卷起来 那你一定要这样卷起来 不要卷在肉上 不然水分会影响它分离的 接下来我一定要给它卷起来 卷起来 然后再跟法式做法一样的 放手法给它稍微收起来 收完后 大概是这个状态 接下来我给它收进去 然后给它 跟法棒的手法一样 给它卷到里面去 那基本上就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给它放到我们布上 进行一个 如果我们的手法就放在那里面去 就能够渡它 不停地转换 那么我们的适合 我们的手法都可以 在下周 这一步 我们的手法都可以 给它 我们的手法 就好了 那么我们的手法 就是 要这个手法 它 就没有手法 我们的手法 我们的手法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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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